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532回 却已非是一高人胆大所能形容的呢 君墨邪呢是心中叫嚣 呸 什么一高人胆大 根本就是这狂人嚣张到的极处 却没有把三大强者放在眼内 甚至呀还盼着他们出手呢 本公子目前就没他那实力 要是有那实力呀 本公子可以更嚣张 成音笑 却是完全不介意九游十四少的嘲讽 仍自明目看着场中 皱着眉头说 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整体战力 又或者是彼此之间的配合 胜利一方出战的这三位尊者 表现得尽都是可圈可点了 远远的超过了对方 即便是我等亲自出手 抛开个人实力不计的话 也未必能比他们更强 可搭配的如此丝丝入扣的默契的实力 竟会被对方压着来打 这件事不可理解 怎么也说不通啊 天上宫越混越回去了 唐真是可怜的很呢 号称十里远胜圣皇层次的守护者 竟会如此的没有眼光 当真是可悲可叹呢 看来天上宫的没落 已经是指欲可待了 九游十四少 围拢双手 仍自阴声的讥讽道 老夫到目前为止 就只看出了那三个人的站位 似乎很有一些古怪 至于其他的 却是当真没有看出来 十四兄乏眼独具 尚请不令赐教 居误回并没有生气 反而那虚心求教 虚怀若骨 却是一代高人的风度 圣地方面的那三个人 结局已经注定了 必然是完蛋收场 九游十四少 目中黑光一闪 淡淡地说道 本公子说你们眼光不够 难道还说错了吗 你们就只看出了有古怪 却浑然地没有发现 古怪到底在哪里 你们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 那三个黑人每次出击 可谓是变幻莫测 这也是让人看不明白的 最主要的因素 他们所运转的战阵 虽然说确实变幻无常 但是他们本身的实力 却远逊于我辈 身法纵然奇幻 以难逃我辈之眼 只要时间稍长 终有蛛丝马迹可寻啊 本公子亦是因此而溃破了 他们战阵的奥妙所在 什么奥妙 无论圣地一方三人如何猛攻 对方的防守之责 始终只落在一个人身上 而这一个人呢 却生生地抵住了三个人的全部进攻 而那防守之方位 就是那个尖角位置 这个位置在一般的战阵之中 本是一个锋利的进攻的方向 但是在这里呢 那却是防守 三个人宁神看去 他们竟都是武学大行人啊 关键之处得到了九优 十四少点破之鱼 只得片刻便已洞悉了整个战阵的变化 历史呢恍然大悟 九优十四少低沉地说 对方三人的阵法当真了得呀 每一次只有一个人抵挡进攻 虽然说能抵挡之人必然会有极大的损耗 但随着战阵变化 下一次抵挡进攻的已经换成了另一个人 先一人便因此而得到了喘息之机 如此轮番的抵挡 每个人都有两轮的恢复的机会 大可从容回气 虽然还不能算是全然的没有消耗 但是其消耗的程度却是微乎其微的呀 不错正是如此 成一相脸色一变 他们三个人没有损耗 而圣地三人呢却在持续的消耗之中 九优十四少微微点了点头说 还不止啊 在这个尖角抵挡进攻的时候 另外两个人也在进攻 同时进攻 而且呢目标还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呀 他们每一次的进攻都等于是二打一 面对在这样奇异的阵势之下 圣地方面的三个人却根本施展不开手脚 一轮攻击至少会有一个人陷入空闲无作为的状况 能够真正展开进攻的充其量只有一个人而已 而对方的一旦反击却是三人同时出手 连妹呢攻击同一目标 即便他们的综合战力逊色于圣地一方的三人 但是他们却能占据了主动 而现在更逐渐形成了优势 好像的还有功力叠加之势啊 虽然说目前还不知道具体的效果到底如何 九游十四上 双目锐利地锁定了战局 若有所思 以十四兄看来 这一战已经是败局已定 当真是无力回天了吗 乔颖焦急地说道 不错 求胜肯定是无望的 以现在的情况来判断 就只得一个手段能够争个平局啊 九游十四少双目悠悠地闪着黑光 却怪异地笑了一声 什么办法 就回想了半天 却仍然的没有想出逆转的办法 文言不要好奇地问道 立即采取自暴手段 与敌人的来个同归于尽 那便可以造成平手的局面 对方虽然说占据了莫大的优势 却仍然当三大尊者同时自暴之力 抵个同归于尽还是可以的 九游十四少 口音中流露出了一丝残忍 可惜啊 现在圣帝的那三位尊者 仍只处于弱势 尚未到绝境 所以呢 相信他们还舍不得这条性命 西徒一个侥幸 但若是等到对方 激细的圣事一成 摧枯拉朽之下 他们纵然想要自暴 拼个同归于尽 却也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 去误回三人呢 同时默然不语 他们尽都是当代绝世强者 于此劫如何不明白啊 但凡有一线生机的 又有谁肯贸然以死相拼呢 人同死心 欲怪无从啊 除此之外 他们还犯了一个错误 九游十四少冷笑着说道 此章一开始啊 那三位黑衣人都没有动用兵器 此事要以拳脚决战 而你们圣地的三个大傻子 居然也没有动用兵器 若是他们上来就动用兵器进攻 虽然说未必会足以改写战局 但是呢 结果会有不同也说不定 本公子就纳闷了 这一战呢 开战之前已经说明了是双方生死之战 不死不休 双方只有一方能够活命 自然应该无所不用其极 别说用兵器了 就算是用暗器 用毒药 也是允许的 他们把长剑挂在腰间 是装饰吗 真真的是迂不可及啊 九幽十四少说到这里的时候 场中突然呢 轰然一声大响 形势骤变 血亮的刀光突兀的冲天而起 风力到极点的进气是排空激荡 一声大吼啊 震撼了大地 杀 真的不出 九幽十四少所料 果然呢 有人动用了兵器 而趁人不被动用兵器的 却是残天部队的三位成员 这突如其来的白人相加 摧枯拉朽一般呢 竟于瞬间的便彻底的摧毁了 圣地三位尊者苦苦支撑的最后的防线 这三个人呢 自从出手直接发挥出了 身陷合一之流的超级大招 人随刀走滚滚刀芒 是鸡舍苍芒啊 竟然在这等绝对的优势之下 使用的还是这般 以命搏命的两败俱伤的战术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创新网荣誉出品 这等伤敌三千 自损八百的拼命招式 其搏命的程度 也就仅次于自爆而已 如此惨烈的气势 煞时间的席卷了整个场地 让在场围观的所有的人呢 呼吸尽都为之一致 一愣之后 三大圣地的人纷纷叫骂 卑鄙 无耻 无耻至极啊 在场许多的圣地高手 愤怒的两眼痛红 浑身颤抖啊 唯有乔影等三人呢 相对漠然 九幽十四少怪笑了起来 自己守着所谓的腐朽的风度不放 对方采取了最正确的对敌的战术 战胜不得 却要骂人家无耻 三大圣地 果然是名门正派 作风优良 是不服不行啊 另一边呢 君墨鞋听到对方的泼腹骂街 非但没脑没怒 反而笑得浑身直抽抽啊 转头对梅血烟说 这帮圣地的傻二 可真是太有趣了 沾了光吧 就兴高采烈 吃了亏呢 就骂大街 而且还骂得这么文明 这也太二了吧 血烟啊 你以前 怎么在这帮人手上吃了这么大的亏啊 我可真是太好奇了呀 梅血烟呢 翘脸一红 白了他一眼 胜利的人虽然也比较无耻一点 但是 他们那点无耻的程度 我看还不足你的万分之一啊 看看残天是魂 原本一帮多么憨直爽快的铁血男儿 沙场猛士 在你的手上都调教成了什么人了 一个个阴险 狡诈 偷袭 打闷棍 土匪一样了吗 哎 你这话可是说错了啊 这可是不死不休的生死绝诈 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咬而风度 咱们可不陪着他们犯傻 命重要 还是风度重要啊 真是让本公子无语啊 他们的行动准则可真不是我调教的 哎 不信你问问残天是魂的成员 沙场之上是权倾求胜重要呢 还是那些什么风度啊 气度重要 真正上过战场的人 谁不明白 那还用我调教吗 此刻 场中的形势较之 以前可以说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的变化 圣地方面的三大尊者呀 特地地陷入到了绝对的下风 在对方如狂潮一般的连波的攻势之下 什么默契 什么阵势 尽都荡然无存 他们只能慌烂地招架 躲避着 甚至于呢 连拔出自己兵器的机会都找不到了 正如九幽十四少所说的 现在呀 一切都晚了 胜负早已分明 结局呢 依然注定 随着三声怒吼声响起啊 三条黑身影带着雪亮的犀利的刀光纵身乐器 而地下 三条白色的身影呢 正在亮亮呛呛的后退 步履不稳 如同那喝醉的酒一般 身上已经有多处的伤痕了 不断地溅出了斑斑的血痕啊 刀忙一闪 三个人再度落下 而趁着这个空隙呢 也终于的让三大圣地的三位尊者 有了拔出自己常见的机会 随着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动作 三声轻响 常见出窍 握在手中 为了精神一阵啊 后面圣地高手营钟 大家呢也都同时的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看到了一线曙光 现在拔出剑来 怎么也要比赤手空拳对阵大刀要好得多吧 九一十四上 纳闷地挑了挑眉毛 狐疑地看了看君墨鞋那边 他实在是不明白 在占据了如此优势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要来这么一记昏招 居然让对方又拔出了常见的鱼匣 这不是自己为自己制造麻烦吗 对面的眉学那脸上却闪过了一丝由衷的怜悯之色 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君墨鞋黑黑坏笑低声地说道 好戏终于要闪亮登场了 在他身后啊 三百多名黑衣大汉人人眼中 尽都射出了异常热烈的光芒了 说时迟那时快 三条黑衣身影啊 从空中的是一轮而下 手中大刀夹带着惊天动地的骇人的威势 彻底的封死了圣帝三位尊者所有的闪避之路 近乎蛮不讲理的直屁而下呀 地面三个人不约而同 同时居于剑阁挡 人人尽都在剑中啊 倾注了毕生的立体 心中的暗暗的发狠 只要是能够挡住这一刀 就是这三个黑大汉的死期呀 因为这三个人凌空而下 看似威武气势宏大 其实自身呢 空门大漏 满眼尽是破绽了 只要这最后一击不能击杀敌人 锐气大蛇之下啊 必然呢 会使他们自己陷入到必死之局 难道说 他们竟然真的那么有把握吗 三位守护者目不转睛地看着 心头无不升起了大大的疑虑 轻微的兵器接触的声音响起啊 徐悟悔气急败坏的一朵脚 糟糕 他们用的是神兵 三雷用的全是神兵 他妈的真卑鄙啊 对方呢 三名大汉手中所持的 竟然是三柄啊 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 原来的纯粹 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在最后的时刻 让你拔出长剑 给你无穷的希望 却又在瞬间呢 将敌人呢 从悬崖边缘 直接送到十八层地狱 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 在一片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的目光交织之中 刀剑相交啊 却像是雪花遇到了烈阳啊 圣地三大尊者所持的长剑 甚至于连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都没有撑过去 应声从中断裂 大刀砍在长剑上 竟然发出了一声啊 如同砍木头的轻微的声音 进屋全无停顿的直屏而下 血光飞溅而起啊 激烈的惨叫声中 三名大汉是手起刀落 瞬间劈出了三刀 第一刀 砍断长剑 更直接砍入到了圣地尊者的肩膀 几乎呢 劈到了腰腹 然后提刀而起 第二刀呢 另一边的肩膀一劈而落 带着半边身体的手臂飞落树杖之外 第三刀伸手易触 三个脑袋滴溜溜的飞上了半空 乔影啊 一下子闭上了眼睛 圣地中人一个个 竟都是目瞪口呆啊 眼神呆滞的看着那三颗 无字在半空中翻滚的脑袋 人人呢 都已经不能思考了 刚才明明见到几方三人 循德空隙 持肩在手 平反败局 对方呢 更是再出昏招 破绽大漏 眼见是胜算在握了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的 就这般突兀的兵毁人亡全盘皆输了呢 这怎么可能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畅中 残天是魂所属的那三条大汉 威武若天神一般的是持刀而立啊 一身鲜血 地面上却是一片残缺不全的尸体的碎块 苍狼一声整齐的响起 三柄长刀啊 同时归翘 三个大汉 眼神异常冷漠的 看了看对面镇中一片高手 同时转身 大不归队 第一站 携着君主上 就回咬了牙宣布 此刻胜负分明 作为公正人的他 即使再不愿意开口 也要宣布这个战果 胜地阵营中 人人可谓都红了眼睛啊 一个个牙齿咬得咯咚作响 却没有一个人的开口说话 所有的人呢 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今日的战局 本来就是生死决战 只分生死不论胜负 优胜劣汰 不死不休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自然是任何卑鄙无耻的手段 都可以动用的 落败身亡的 实在是没有立场怪对方啊 死的冤枉 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小心呢 不等着四位站在天下巅峰的见证者说话 五个白衣人已经缓步走了出来 五位一级胜者呀 第二阵的蓄起 正式拉开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意识邪君 第533回